今天的最后一场演讲 作为压轴的是U1的CEO林玉任 林玉任从事研发十多年精通Java 熟悉IOS Android等Client技术 对Server也越有研究 作品有特工天团 闪电战机 闪电战机2 常常想自己开发Server环境 但是又不熟悉 资料库的设定和语言开发 或者担心游戏太卖座 Server成本 撑不住突然挂掉怎么办呢 本一层将分享使用Google App Engine 来开发特工天团的Server经验 并探讨常用的Server功能要如何设计 以今年初才上架的特工天团 之实务经验为案例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林玉任 大家好 这个Server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还还蛮有趣的 但是就是其实这一场分享会非常非常精彩 因为我把我知道东西大概都应该是全部我都把它讲出来 然后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我先介绍一下 就是我之前做过什么 这同影片到时候都会分享 所以大家没有拍也没关系 都会分享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TGDF他会要求我们 比如说问我们愿不愿意大家录影 我们也说都OK 所以你事后要看也都可以 然后我们之前就是做过 最早以前我们在做一些加法手机游戏 但是我们在10年的时候就转到iOS做smartphone 算是转的不是说太快 那时候觉得有点慢 但是后来感觉看起来是还算蛮早的 10年11月我们就在做iOS的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把一个我们以前JW1卖的最好的游戏搬到iOS 一开始上架也是什么成绩都没有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还算是一个比较蓝海时代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有做到也还不错的成绩 就是付费版的话全年度中国区第八的 那时代就是一个那种付费游戏的时代 你看像在我们前面的在我们前面的 比如说像这个雪果恩子什么什么这些 就是都是一些老的那些付费游戏的对 然后它这个游戏它正式版大概有几十万次下载 然后免费有三百多万次下载的对 但是就是假如你在任何地方取得成绩的话 都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但是你在中国取得成绩的话 我觉得是一件有点辛苦的事情 因为假设有什么有什么奇怪作弊的方法 中国应该是第一个出现的对 然后很快它这个 它这个付费版在13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刷烂掉 然后那已经过了很久了对 就是那版已经失去一些公信力 比如说像像第四年二与小环笔 它现在即使在那边你也看不到它搭在前面对 因为上面的人都是很复杂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但是后来我们就做这个闪电战机2 闪电战机2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还是以付费来设计 但是后来我们就是把它改成福音名人对 那福音名人的话它经营的方式就不太一样 然后它这个游戏的话它大概是全球有600万次下载 它在中国的话大概可能有200万次下载 对 这个游戏我们把它弄到中国去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我们今天主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个特空电团对 特空电团的话它是一个强年晚的游戏对 对它它有PVP就是玩家对玩家 然后它有经营养成 那它有就是 反正你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那种 课金游戏或是辅音名人游戏对 这些该有的它都有 推播什么什么的全部都有 然后我们最早我在做单机游戏的时候 那时候我那时候常我就有我的今天来听的人或许很多都是城市的人或是研究社会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对社会不是说太熟对 然后我开发的人也不是很多 像我们这款游戏 社会跟可爱大概 几乎就我一个人在弄 然后我又不想去弄一些什么NIS什么那种Linux设定 或者什么加server灌资料库然后那些会发掉的东西 其实我也不是说 比如说我对那个什么Linux非常不熟或什么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我大三生大四的时候 我我其实我在公园院打工 然后我在写那种Linux device driver 然后我也可以写一些什么指令 就是那种 那时候因为 device driver很像是科隆 就是它不需要进X window 它就是挂掉就挂掉 就是device driver挂上去挂掉 你就整个组织系统都淡掉了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几乎都在那种 全黑的环境 就是compan那种环境在那边写程式对 但是我什么我都用VIM在写 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我不是很喜欢对 因为那时候的那些东西是VIM那些指令什么 我会操守但是我大概全部忘关了对 我就不太喜欢动一些那种 就是看起来不太不太人性的界面对 然后我在开发这款游戏的设备的时候 我就想说要找一些那种 很简单尽量尽可能简单 简单到不行 再更简单那种东西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游戏它的游戏宣传影片 这个大概就是一款就是一个PPP的游戏 Google App Engine来写的对 Google App Engine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用 简单好用 然后就又很powerful对 但是它有几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 第一个Google它我觉得它不是很推广这个东西的对 它不是说就是有一个超强的东西 但是它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 然后它也不是说很常在推广 然后但是我觉得经典是一个学GCP Google App Platform一个好时机 因为经典上他们终于有那个台湾的一些 就是台湾的团队在推广这个东西 那使用App Engine最有名的就是这个Slave Share 对Slave Share的话就是 反正我讲完之后差不多你们就是想说 就发现这App Engine那么好用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自己写一个Slave Share 或自己写一个Facebook 就是因为因为这个它蛮容易使用 所以不会说写这种东西会很困难 然后游戏页的话有在用的就我们 然后还有比如说有一个这个Package Jam 还有一个World Dragon 这个像我们最近刚开始在台湾打一些 video广告的对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说话的妈妈 Lobio什么 不是很多 我觉得不是很多对 那其实它有很多那种Showcase 对就是你可以上这个网址去看 有哪些人在用 然后但是最知名最知名就Snapchat Snapchat它是今年 就是已经在美国IPO 对然后它好像市值是300亿美金的样子 那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大概 它大概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这个讲这个的话就是 因为我认识太多太多的Indie 他们他们就是觉得Server很多 或是Server很怕爆掉 然后开安卓 然后不敢开放IOS 或是只开放台湾区 怕会有一堆灌进啊啊的车位都炸掉 就是大概事实上都是这些问题 其实这些根本不是问题的对 而且不需要什么NS 首先我们来讨论这个架构图对 这个架构图的话 看起来有点简单对 就是假设大家有接触一些云端的东西的话 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有所谓的那种架构师 因为很复杂 所以需要有一个架构师就对 然后我的游戏的架构就这样而已 就是它也没有什么 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我一开始有认识一些那种 就是GCP Cloud Cloud 就是他们想要协助我们 或是我们有买那个Goal support 他们想要协助 然后就说 你把你的架构图丢过来 我们帮你优化一下 然后我就把它丢过去 后来他们就没说什么了 因为没有办法优化 这就很简单的办法 你把那个什么Deus Store拿掉 那是我们的资料库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优化 没有优化的空间 它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 玩家资料存取 其实Server他在做的事情 不像client一大堆 比如说像我同时写client跟Server 我的call大概 我的时间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在写Server 我写一个亲手教学的时间 都比这个还多 但是我觉得Server他主要在做的事情 就只有这个而已 就只有玩家资料存取 他不用做什么太选的UI 或是什么特效 什么那些 他就是 玩家资料你把它存起来 然后下次你有办法把它拿出来 然后这东西不会不见 不见的话他们一定会卖 然后就要一些钻石 或什么呢 就是这样子 你只要能搞定这个就可以 然后我们这个 资料存取的话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有demo 我们来讲这个DataStore DataStore的话 它是一个还蛮简单 而且很好用的东西 它非常简单 我这是Java Code 对 它就是 反正它就是要一个DataStore 然后 每个资料 每笔资料就是一个entity 那你set一些property 就是比如说 假设玩家注册 然后这个名字他叫Erik 比如说他密码叫Erik1234 然后预测等一下250的钻石 这样 然后他注册时间 然后你把它save 就把它put 然后这样就save好了 这已经超级简单 对 因为你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把Air Engine开起来 就你没有设定什么资料库 就是 你没有设定一大堆 就没有设定 没有东西可以设定 对 你就直接这样 弄弄了 然后 你弄好的时候 你去Google那边看 就是你去看它的entity 那你会发现 就有一笔资料在这里 对 整个就是一个简单都不行 当然 即使这样 我还是觉得有点复杂 所以我等一下 会再把这个东西再 变得更简单 为什么 这其实他没有 他已经很简单 但是他有一个东西就是 比如说我要设定名字 我要设定这个 名字 什么什么 我要设定栏位名字 然后把资料丢进去 对 然后 这 这个 实际的demo code 其实它是可以跑的 然后 这就是 这就是它 规律的方式 反正 你可以把东西 读进去 可以把东西save进去 然后可以把东西读出来 这就是它 我觉得这样 差不多就已经完成 大概游戏页需要的 80%的功能了吧 就你把它读出来 然后它就把它印出来 就是它有250的撞行 就这样 然后我们来 来讲一个 一个很有趣 非常有趣的东西 就是 Tro Cloud 它就是 最早出口的时候 它有那个DataStore 然后 后来DataStore 非常好用一堆 你想要用 但是他们没有用App Engine 后来DataStore就已经开放了 就是 你假如说 假如说你不是 不是使用 App Engine 你也是可以用DataStore 但是这个Main Cache 这也是超好用的东西 但是 只有App Engine可以用 这东西 它大概是一个 就是 反正就是一个Key Value 的东西 比如说 你有一个Key 然后你把它 丢进去一个值 那你等一下 过一阵子 你把它拿出来 它就是 你刚刚丢进去那值 只是说 它是把东西 存在记忆体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 然后只有App Engine可以用 其他的 就 就没有那个权力可以用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个Demo 因为 我说的很简单 应该会 不是很相信 就对 那其实这真的非常非常容易 就对 这样应该可以看清楚 就是 这是我刚刚弄的那个Core嘛 然后它就 它就大概 它是在 我就是Demo 一个Sign Up的一个东西 然后 等一下我会把它 一起上传上去 就对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把它 刚刚DataStore的东西 把它取出来 那这个呢 这个它是 就把这个Main Cache的东西 就是把它拿出来 把它Save进去 又把它拿出来 我就Demo 这三个东西就对 首先我现在 就是你东西写好 有时候有的人 他Deploy 就是把东西上传到这边 非常花时间 而且他 不太敢Deploy 或是什么 趁人家在睡觉的时候 在Deploy 那种都已经过死了 就是 因为我们这种游戏 它全球玩家根本不会 随时都有人在玩 根本不会有人在睡觉 对 然后 比如说我们这扣写好的话 比如说他 他Deploy 他就是 首先你就先选好版本 比如说我现在是版本3 我把它改版本1好了 然后这是一个 他是 他现在在Eclipse 那我说过 因为其实他有写指令 Deploy的方法 但是 我真的不太喜欢用一些指令的 就尽量有那种 有按钮 就一定用按钮 对 然后就这样按下去 接下来他就会 他就会变异 变异的话 他就把它把它传上去 传上去 它会开 开一个 Default的一个 那个什么 就是一个网页 对 这个我觉得还算蛮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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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现在正在 他有网址嘛 然后 我们第一个是 他这是一个server 他对应到就是一个sign up 然后他现在就在执行这个 执行完之后呢 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他的datastore 就我刚刚讲那个嘛 那就把它重新整理 就最多一笔资料 就这整个超容易的 就 非常非常容易 然后你要把它读出来的话 你就是 比如说 用刚刚那个什么login 嗯 这个code 他他有个问题 就是他他有两笔资料 他会出问题的 对 但这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 这只是demo的code 我们实际上 我也不会用这个写的 对 然后比如说 比如说你login 比如说他就把它钻石读出来 就是你可以把东西save进去 然后又可以把它弄出来 就这样就够了 他不能只做这个功能而已 然后 然后 main cache的demo的话就是 我们刚刚有一个 比如说他 他把它save一个 他把它save一个 save一个6.3 6.3 这个save在这test key 然后要 想办法再把它取出来 他现在正在正在取这个档 然后他就把它取出来 然后就6.3 这东西 我花了一些时间在弄这个 但是 在讲讲解这东西 但他真的是 你只要有这几个功能的话 你 你差不多 你已经可以写一个save 就对了 就是其他功能不要要求太多 你差不多已经可以写一个save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快取这个东西 就对了 快取的话就是 因为 data slope的话 它是 比较慢一点 然后比较贵一点 你存取就是 绿write都是需要 需要钱对 而且少其他人贵的 现在面比较便宜 然后 man cache的话 他可以搭配 data slope 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 write的时候 你把它写一份到man cache 然后你要read的时候 你就先去那里看看有没有cache 有 有的话你就直接拿 没有的话 你就 就是data slope拿 然后再把一份 就存在man cache 那这个东西 就其实还蛮简单 就 逻辑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 有没有办法要更更简单 对 因为这 还是有一些逻辑的 对 所以我就弄了一个adjetify 这个 这个超级强 对 他 这个adjetify 他算是一个非官方的一个 一个 他的library 对 他其实也是一些google的人写 然后呢 他只要 他也是一样可以save 或者entity 他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呢 就是 你定义的栏位 比如说 trigger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 比如说你定义这个叫做 推播firebase的什么 他推播ID啊 或是 这个是什么 h 或是什么的 你定义的栏位的名字 他会直接变成 就是那个 那个栏位的名字 对 就在datastore 他的栏位的名字 所以我说datastore 他那个还可以简化 就是可以靠这个 然后刚刚说的那个 就在maincash 那个 叫library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就加一个 这个 这个 headcash 这样就好 这样还蛮容易的 超简单 对 然后你做到这一步的话 你已经发现 你已经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社会已经没事干了 完全没有事 对 就是 你能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少 就是基本没什么事可以 可以做 对 然后 比如说adjetify嘛 他刚刚定义的栏位 他直接会变成 比如说他直接变这个名字 或他直接变这个什么 他的ID 什么什么 你不用去定义一个 原本在save entity的时候 你要先定义他的名字 然后还有他的子 他的名字 还有他的子 他现在就不用了 你就 他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栏位的名字 这个还蛮神奇的 对 非常非常神奇 但是 他们就是 把这东西弄出来 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 对 然后这个adjetify 他好像只有java有 对 那我们来看这个pvpq 就为什么要做pvp呢 但是我也要赚钱 就是pvp玩家就是要竞争 他才会才会付钱 他自己在那边做单机啊 什么自己第一笔什么 他不会有那种想付钱那种感觉 玩家就是要竞争 才想花钱 就是 就是 假设你有一台很好的车啊 但是 比如说台北没有人 只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而已 那台车也等于是废物 对 然后我们这个pvp 这个是我 我录的 我早上录的 你看他 他还蛮快的 而且他是 正常速度 他就是这样子 他并没有 我并没有把它加速 或者怎样 那pvp他 他又做到几个东西 就是 我 我要有一个queue 准玩家他们的资料 对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queue在排队 对 我现在找下一个人 再找下一个人 然后他要很快把它找出来 这个是用这个main cache 来imprevent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找到了 我再把他整个资料 他加什么 他所有的东西 他多少钻石 全部都漏进来 这个就是读datastore 他假如说他运气好 他可以在cache上面拿到 那我们稍微来讲一下 这个PPPQ 总运气好 这东西非常的难 对 就是你没有man cache的话 你要做到这个东西 根本是 我觉得 不能说不可能 反正你有很多工程式的话 或许就可以 因为像刚刚他那样子 他整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对 对 就是这个 这有点复杂 但是其实他的重点很少 他其实他在做的事情就是 你现在在读一个值 我现在找这个人来打 比如说这个是A 那我另外一个人来找 他当然不能又把A读出来 他就要把B读出来 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就concure 就是他的assess不能够 不能够有点 就是有点弄乱 对 第一个人他就是 他就是把一个值抓出来 这个其实是一个 官方的一个范例 比如说他 把ban cache抓出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 用这个 get identity 什么 key 然后identify 把这个key 然后他把 把这个值抓出来之后 那假设你有改 比如说我 我要改他 我就说 我这个人 我现在要攻击他 那他现在就把他save回去 就是说 就是他把pool回去的时候 他会看有没有改 假设有人改了 假设有人改 假设有人改 你就是 这个人就是你的 你去打他 那假设有人改 他就去睡一阵子再来找 其实他整个 整个的那个 input 方式 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我最早以前 我在想这种PPP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问题 然后 那时候我看一个 很久以前的那个影片 youtube 有一个EA 他在讲App Engine 他就说 他那个cure 不是透过App Engine 去implement 他需要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去implement 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可以 其实正式是可以用 App Engine 他里面的main cache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 他东西真的还蛮少 App Engine 但是他能做的事情 是不是还蛮多 就是你学 App Engine 你会发现一下子 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学 对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他能做的事情 你就几乎什么 什么都可以弄得到 对 那我们来讲这个main cache 它其实有分两种main cache 就对 main cache 就是mainmain cache main cache的话 它就有分 Decade 就是 就是 就是你专属的 另外一个叫share的 就是共享 那这两个特别当然就是 就是 就钱 这不用钱 那这个要钱 那这差很多 对 那假设 假设你要用 比如说 你在选App Engine的时候 你可以选一个region 假设是 你选在美国的话 这个Decade 最多可以到100 100G 其他的地方的话 就 就比较少一点 只有到20 那其他那些pomers啊 什么什么 全部都一样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大部分的人就是会 像我刚上线的时候 我也是想说 便宜就好了 就是share的 那就可以 然后后来我发现 就是 后来我们很快 都把它改成Decade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 share的 我们一开始就用这个嘛 就不用钱 那它的hit rate 就是 比如说我要去 拿快取的时候 结果它的hit rate 就拿到百分之七十几 而且它 它这个 这里有一个 它的时间 就是 它有一些物件嘛 物件在里面 最老的物件在里面 它大概只待了两个多小时 就被flush flush掉 因为它 它是一个共享的东西 就是你在存取别人 你在用 你在用不用钱别人也在用 然后 它就是 发现别人在用的话 它 可能就先把你的adjet 就是清掉 存在man cache的东西 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 你 你那东西有可能会不见 应该是 非常有可能会不见 对 所以比如说像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 比如说 这两种 这两种man cache 然后你在imprint pvp 其实你要是觉得你写人士超级强 强 强又不行强 你可以考虑到一个share的 連cache 对 为什么呢 你拿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 我有一个东西 我有一个东西来记录说 我现在 把这个queue 打到哪一个人 比如说这里有100个人 我现在是打到 第17个人 问题是我记录这个东西的 比如说记录17的 这个东西都有可能会不见 对 有点考验你的演算法 你觉得演算法不是都太强 那你就用那个 付付钱 这种方法而已 会 会比较简单 对 然后这个是share的 他的performance 可是他学时机 就学时哭得高兴 那就是你根本不想 他什么时候会不见 对 有时候你蠢蠢蠢 然后下次再一拿 他就不见了 所以他70%几就这样 另外一个这个bacetti的 你看这个 这个有点离谱了 对 他hit rate也太高了吧 就是hit rate非常非常高 就是说你 我几乎要去 data store 取一些东西的时候 几乎都可以在main cash拿到 我根本不用去取什么data store 我等于是 我虽然我要付main cash的钱 但是 我data store的钱是不是变少 所以这个其实是自己 一个trail off 就是你自己 反正你觉得哪一个 对比较好 你就用那一个 但是这个的话 我是还蛮建议至少 比如说你有一g 然后你可以去改变他的空间 对 那他flash的时机 就是有时候他还是会flash 对 比如说你在改变他的size 或是你把 比如说有的人 有的人觉得 我一开始弄了个什么 我这个游戏要上线 10gb把它开下去 然后发现太好奇了 而且用到其实很少 你就把它改小一点 那时候就会flash 就是 那时候你整个cash 全部清空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把data store改成share的 他也会整个清空 他第二个 第二个其实 他也是谁顾我高兴 但是这个 这个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看他其实在 治理病留了还蛮久了 留了14天 我最多还有看到有30几天 对 30几天的概念就是 你有把一个东西存在那里面 那为什么他会30几天呢 因为其实有的东西他一直在写 读写 然后他就会把一些旧的东西淘汰掉 但是也比如说有一个玩家 他那个他曾经很早 30天前他有来 然后他的资料被读出来 他就cash在那里 但是后来他没来 他已经 他已经就是闪退 或者怎样 他把这游戏杀掉 那他没来 结果他的东西一直在那边 对 那这个东西他不是说无限久 他有时候 过过他在做一些什么设定 或什么 他会整个把它flash掉 但是整体他 他一定是比那个share的还要 就是久很多 对 share的你要超过两个多小时都很难 对 我看他最多大概就两个小时 他他就被清空 他一定 所以 assets你的那个dayout store 非常多 对 接下来我来讲一个这个版本管理的东西 对 因为版本管理 他在游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游戏的话你就是 会有一大堆有没有版本 然后你 你不可能每个版本都叫玩家全部强制更新 全部每次都强制更新就对 因为每次强制更新就是会有一些人就 不太想更新 然后他就把你游戏杀掉 就是每次都强制更新都会流失很多很多用户 对 AVANG 然后他他就是 你可以上传版本 像我们这个就是有1 2 3 有三个版本 然后他他会 他会写 比如说现在有 这是demo 所以他他有零个instance 比如说 假设比如说你现在default是这个 那可能很多很多玩家都连到这里来 在这里可能比如说有五个instance在处理 就是这个是版本1的 然后他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 然后他会 他有很多版本 但是他只会有一个default版本 对 像这个例子的话 他default版本就是E 那你在写层次的时候就是 比如说像这个案例的话 这个范例 他的URL就这样 他就长这样子 就是他有1 2 3 然后比如说 这些人呢 比如说你 弄了一个新的apk 或是iOS的版本 然后你就是 他们固定连到这一个网址 然后 后来你又出一个新版本 你新的版本 但是你server有改 那时候你就把他们 比如说他们就连这个版本 然后3 你又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可能你的code又改了一些东西 你就弄这个版本 那他怎么做强制更新呢 他其实还蛮简单的 非常非常容易 你就 你就把它 把1的那个嘛 比如说你把它 弄 弄 你把1 default的改成是3 然后1你把它杀掉 这样子 1 原本这些人他还是在连1 这个嘛 但是他找不到这个网址 找不到网址 找不到网址的 他这个版本的网址 他都会连到default 所以 然后你 比如说你要做前来的更新 就是 你这一个 这个server 就是去check client的版本 比如说 他发现他们 他发现一定要3以上 3也可以 然后比如说这个是1 那他就叫他去去那个 就是Google Play 或者是那个 iOS 叫他自己去更新 对 那这个 这个例子的话就是2 2他没关系 他还是继续可以连 那 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再 弄一个demo 因为这个demo的话其实 还蛮容易的 对 比如说这是你的 datastore 然后这个就是你GCP的 的 的那个样子 就对了 然后比如说你是 ab engine 这里有一个version version就是你有很多 很多版本 比如说像 像我刚刚上传一个e 那他是 这个 这个时间上传 他上传的时间是刚刚嘛 那比如说现在 我要把e改成是3好了 你就选择3 假设我弄好一个新的版本 我上传3 那我现在要把 所有traffic 都移到3 你可以用这个 Split就是 信用导一些人去测试看看 那你也可以 mygrade 就是 全部的人都把它 换到3 那这个过程的话其实还 还算蛮快的 对 对 他已经弄好了 那假设他已经弄好了 然后他 他这里有一个traffic allocation 就是百分之百 那 我现在比如说我1跟2 的人 我全部都把它杀掉 假设我都把它杀掉 好了 这也是很快 然后你都把它杀掉的时候 还在连1跟连2的人 他就会连到default 就是3 然后假设3 3有要求client 要强制更新 他们就会把它全部更新 这个真的是非常容易 对 使用起来 应该是比你想象中那种 任何其他那种deploy方式 还要简单很多 对 然后这里我来讲一下这个版本更新 就像刚刚 我有两种方法可以弄一个新的版本 一个就是 我上传3 然后把traffic 就是导过去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我用暴力就是 我版本是1 结果我还上传1 把原本的e干掉 那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像这种东西 比如说你在用gcp 或是用什么的话 你常会有一些这种问题 那其实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最好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直接去问 你去买一个那个什么 go support 虽然很贵 它一个月400美金 但是你就问他 问问再把它 调回来 这样子 只要花一点点钱 对 这两个差别 假设你的使用者 人非常非常少 这两个是 是没有什么差别 对 因为我最早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问了一个 就是 比较熟gcp的人 然后他 他只是觉得 你蛮敢这样做的 但是为什么 他也讲不出什么所以 对 这个东西它其实差别只是在 只是在scalable的时间 比如说我 我的 我的那个应用 假设他有100个instance 因为 我一开始开的时候 没什么人 然后后来我游戏上线 有一堆人冲进来 然后比如说有10万人 或是100万人冲进来 然后我 他会慢慢涨 因为App Engine 他什么都不用管他 他会自己 很多人来的时候 他会自己慢慢涨 涨了很多instance 来处理 那你用New version 把它倒过去的话 他会慢慢的把这些人倒过去 比如说从1的版本找到3 但是你用那个暴律法的话 那个会变成这样 你知道吗 你会直接 整个 整个变成1开始 所以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 可能你一开始 假设你有100 instance 你可能会有一些玩家 他就受到一些什么 AL500 甚至会挂掉 那存取不到 对 他要等一段时间 他整个又 scale 起来的时候 他是autoscaling 就是你也不用去设定什么 low balance 他会自己scale 然后 你会等一段时间 你那个服务才能够正常 所以 其实比较建议的方法 还是你用一个新版本 然后就是把它切过去 会比较好 不要用那种 一模一样的版本 然后把它 直接写过去就对 然后AV Engine的话 他的instance 就是 他有好几种instance 那他差比就是浅而已 但浅就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 他有 他有分 比如说这个 你default就是这个F1 他比如说他记忆体比较少 然后他的 他CPU Google也是蛮强 连这种CPU都找不到 600 没阿子 这种CPU都敢拿出来卖就对了 然后假如是你的 像我们一开始 我们也是就是 就是便宜就好了 我们就用这种 但是后来我们再做 做一些比较进阶的功能 比如说 我们在做replay的验算 那验算的话 非常好CPU 对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改成 比较强一点 比如说改成F4 或是什么 他每个有不太一样的价钱 然后比如说他 他大概就差两倍来两倍 比如说 这个是这个两倍 这个两倍 两倍 这样 这个 在他那个官网都可以找到 然后我来讲一个这个 对游戏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其实学GGPU去找 会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有一些server超级强的人 他们都不是游戏业的人 那他们根本不晓 不晓游戏业的人要的是什么 对 因为server很强的人 他通常是会做一些什么 自己做 弄一些网站 或是电商那些东西 他们通常不会进行 不会自己去做游戏 对 或是他们就 在一个大公司不会出来 对 那我们这 这个系列是不是就是 因为我们游戏有一大堆那种 设定 计划设定的资料 比如说 怪物的血量 或是什么 比如说 那个塔 他几级 比如说他有20个等级 然后他的血量 防御率 什么一大堆 有一堆的纸 那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 他是一个答案 然后 他这个答案就是 刚不小心是一个答案 他这个答案 你觉得 注意一下调查 你觉得应该把这个答案读进来 他是一个答案 你把它读在 datastore 你觉得应该读在 所存在datastore的 请举手 就是 你 因为你之后要读嘛 我要知道 比如说我现在要查 这个 这个 这个塔 他的 攻击力大约多少 你觉得应该读在 datastore的 请举手 嗯 有几个人举手 但你觉得应该把它 读在man cache的 请举手 那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可能就是 没什么意见随便 反正 那个付钱的 不是你 假设付钱的人 是你 其实你会很care这件事情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老实说这个问题 对我来说有点麻烦 我把 他 他这种值 切实距离达 它是一个固定的值 它根本不会变 我这个 比如说 八级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火箭炮 它攻击力比如说33 那东西是永远不会变 那我 我的 我运算 我在算一些它的逻辑 我常常会用到这个 那我是要把它读在man cache吗 man cache有时候会拿不到嘛 那我拿不到 我就要重弄一次 其实它 它有一个解法就是 你就把它弄在这个什么 instance memory 这instance memory 还蛮特别的 有时候 老实说比如说你去问一些GCP的人 他们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你不是开了很多instance出来吗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版本 然后那个版本有 因为有很多量 然后比如说它有30个instance 那其实每一个instance 它都有它的记忆体 它记忆体多少就是 比如说像刚刚F F1 它就是256 或是5161024 它记忆体就是 那东西是一个 你不用白不用的东西就对 然后它 它写在instance memory 其实会很像你一般写那种 就是程式那种 比如说你有一个HTable 然后就把那些 资料全部读 读进来 然后全部丢在HTable 然后你要你的设备在处理的时候 你就 你把那个宣告成一个static 然后就从那里读出来 这样就可以 这东西我觉得不是很容易 对不对 就是没有经验的话 这个东西应该不太可能做出来 那其实你就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就把这个搞定 接下来我来讲一个这个 对游戏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推波 什么你被打了 你家什么防撞没了 什么你又被打了 什么 或是训练兵训练好 就是有一大堆这种东西 对 然后最早的话 就会比如说没有做过Server的人 会觉得 好这种东西是超级懒的 这根本不太可能是一个人 或是这可能要一整个团队才有办法搞定这个东西吧 那其实这东西还蛮简单的 对 这东西的话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即时的推波 即时的推波就是 比如说我去打你 那他就是可以马上 透过推波的Service 他说你你家被打了 对 那这东西的话他 我们推波的方式我们是用Firebase Firebase的话 它有支援iOS跟Android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选Firebase呢 这个动画跟我想的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选Firebase呢 因为他不用钱 这理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理由 对 你有很多其他Solution 我不晓得大家用的是什么Solution 比如说你可以用 其他云端的服务 其实我不是说代表GCP 我不用说刻意不回避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用AWS 或是比如说你用Facebook 他都有推波 他都是一定的量不用钱 比如说一百万不用钱 然后你想说 我游戏根本没什么玩 根本不可能超过一百万 其实有时候就是 就是你爆行的时候 突然就会超过 对 那比如说你有一百万个人在玩 每个人 像刚刚那个 比如说你家被打你就是 每个人都很多推波的话 那加起来钱也是蛮多 Firebase的话 他就是 就不用钱 然后而且可以 就是可以可以运作这样就好了 另外一个就是那种定时的推波 对 定时的推波的话 他就是 比如说我在生产一个东西 他要 两小时好 或是我再盖一个 盖一个什么什么塔 然后他要两小时好 我的做法就是 我一开始 把东西save在 这个推波的这种工作嘛 我把它save在 第二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有一个 他就是固定时间会去执行的 这种 它是叫Chrome Job 我有一个Chrome Job 他会去skate skate 然后他每分钟就在那边skate 然后他就把它拿出来 看看他时间有没有到 有的话 他就发推波 他就透过Firebase发推波 其实就这样而已 那 所以还蛮简单的 就是不会你想想中这么困难 这东西刚刚大家有看过 比如说 比如说我 我就把 我的Feel 什么我就把他所有的值 我把它save在这里 然后我每次在扫描的时候 他都会根据 比如说他现在是 是什么时间 他就是要把他 这个推波是不是要发出去 那因为我们这游戏 他支援语言还蛮多 所以他很多很多语言 然后他就把这个推波 这样送出去 对 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比如说他 会去扫描 这个Chrome Job Chrome Job 它就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有几个Chrome Job 新Cache 新那个Session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在处理退波的 或是处理什么 就是那个Match Making Queue Match Making Queue的人 他什么 Match Making Queue 反正你偶尔去把它reflash一下 会那个Performance 会比较好 然后比如说推波这个 他大概就是 比如说每 每一分钟处理 或是你要30秒 10秒都可以 就是 越多的话 他当然就是 越常在执行 然后你可能 费用会高一点 其实也不会高 高多少 其实这个Air Range 用的好啊 他大部分可能六七成的 就是App Engine的钱 然后 Man Cash也有一些钱 这样子 所以你只要搭配这两个东西 你就把Server搞定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这个 logging 就是他的log 对 这东西也是一个强大到不行的一个东西 非常非常强大 因为 你在开发的是Server的东西嘛 你开发Server的东西最容易遇到的就是 比如说有人 他说 我 我被打两次 我 一分钟恋爱被打两次 我为什么 我没有防护罩 为什么什么 他会遇到很多 你根本无法预期的问题 对 那时候你只能 掉log出来 然后最惨 通常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有log 或是你根本没有记log 对那时候 那时候是最惨的 这人说我 我有充值 但是你没有log 你根本没记 那算了 随便 就是有来抱怨 都得要钻死 那这个 你就把一些东西记录起来 然后 他这个记录的话 有时候 有的人会觉得 我记这个会不会很浪费我钱 会不会是什么 浪费爆掉 那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你没有记 其实google 也帮你记了一大堆 对 所以 就google原本记一大堆 就是 比如说这个request的进来 然后他的client 是什么什么 记了一大堆东西 对 所以你还是把它记记就对 然后像我们这个 这个例子嘛 比如说像log 它可以记好几个等级 然后你可以去看 比如说你平时就是没事 你就是在记那种information的 然后有时候你有一些 那种很 很严重的bug 你就把它记成这种什么 warning的或是error的 那你server的工程师 就是偶尔他就会把这个 比如说error的全部掉出来 然后看看他们 为什么会error 然后想办法把bug解决掉 那我这里也还有记一个 比如说我会记每个 玩家他的ID 就对 每个玩家的ID 也是很重要 你才知道 这个东西是谁在 谁在做的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例子嘛 他就是在验证一个 比如说他他打一打 然后他把他的 那个什么replace 整个上传上来 那他验证花了几秒 然后这是哪个玩家 然后验证没有问题 那有的人他 他作弊他就 验证就会被挡掉 然后就会出一些问题 哎剩下三分钟 这个这个我也到五点半 然后接下来的话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就 就来讲一下这个 资料库备份 资料库备份的话 这个这个就是也蛮容易 他就是一按一按一按 比如说你就开这个 开这个 比如说你到DataStore 然后你开这个Admin 然后像我这个 例子是东西很少 他就有一个 那就把他选取 然后就备份 备份的话他他有一个 Google很老旧的一个技术 叫什么 Map Reduce的技术 反正那你不用管他 是什么东西 他就是把你的工作 分成很多小工作 然后做完之后 他会合起来 反正大概过三十分钟 或是十几分钟 他就备份好了 就资料库备份 他就选一个Cloud Storage这样 然后这个是 一个客服处理啊 但是它是一个 很简单版本的客服处理 就是 就是说 其实你的 因为有的人他 他就是上线之前 他的客服系统还没写好 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 然后 然后其实你是可以到 entity这里 然后直接去改他的资料 他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对 一些基本的 补钻石啊什么 你就可以这样补 最常来要的就是钻石嘛 然后 我们来讲这个 future away range 有时候你用一个服务 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 你用一用我 花了超级多时间去学 结果 他有时候像怕死 他就挂掉了 你就是 莫名其妙就对了 然后你学的东西 就没有用 让我们浪费时间 对 这个的话 就是 他 因为他今年的IPO 他就说 他 他其实是GCP Google Cloud Platform 最大的客户 对 那他 他预计他五年 因为他IPO他写一大堆 有没有那个 他五年大概会付 两个Billion 就二十一美金 给Google 对 那 State 他主要就是用AP Engine 所以我觉得 AP Engine 至少五年内 应该是 还会在的 应该还会在的 我会说 莫名其妙像怕死那样 然后 这个是support support 这种东西 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是什么天价 然后 四百美金一个月 其实 这个 我是觉得 我用过程度 Google服务 这个是最好用的 因为通常你用Google服务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你只能Google而已 你就是自己在那边Google 对 然后他这个是 你可以 比如说像我买的Google support 你可以记性的 他就换记性的 然后我那时候炸掉 我什么时候 对他说 或是你奇怪 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你就记性的他 他会回应你 他很快就会回应你 24小时都会很回应 或是你直接打电话过去都可以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support就是 其实外面有一个摊位 他们是一个cloudmine 他们是属于 GCP的代理商 他们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 今年比较好 就是GCP在台湾有 有业务 像明天 明天有一个 最后一场session 那个我会去讲一个 一点点 Firebase的东西 那一场session 他有Google官方的人 会来的 或是也有callmine的人 你就可以去问他们一些问题 比如说 不晓得怎么设定啊 或是什么 最简单的东西都都不会设定 那你就可以去问他们 或者是这个 这是一个GCP 这是一个Facebook的社团 然后他们那些人还蛮热血 不过 我觉得 你真的是 比如说游戏快上线的话 用那个Google support的话 是蛮不错的 最后就Q&A 虽然好像也没什么时间做Q&A 然后 这里有一个就是 这个游戏其实已经 已经上线了 你会怀疑说 我今天讲到底是正在讲 其实你去把这些游戏下来下来 然后你会发现 就是 他还蛮强大的 就是 一些该有的功能他都有 搜搜搜搜搜搜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iOS Android都有 然后你就 打太空天网或Lightning Ninjas 然后 假如大家觉得 今天有学到很多东西的话 就 帮忙帮我 评个什么五颗星 就对 那接下来就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比如server的一些问题 那 那个 还有 没关系 你可以 OK 不好意思 我几年前有试过GAE 然后他 好像最后 其实还是server Lightbase的那种 一个HTTP Request的进来 然后才处理一次的那种方式 那假设是 我今天要做的是 类似MMORPG 那种 玩家跟玩家之间 需要即时走突 然后即时运算 或者是算一些 坐标 碰撞什么之类的那种 有办法用GAE去做吗 其实 你说非常非常即时那种 就是 那种我觉得可能会 不确定能不能用 对啊 但是可能不太适合 因为他 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 就是 你说的是那种 就是完全强连一些那种 Saki那种 对 那种他可能不太适合 但是 其实Google 它有一个 它Firebase有一个 那个产品 就是reotime database 或许可以用那个去做 对 所以就是GAE搭配 那个database 这样去做 对 GAE它可能 没办法搭配 那个database 对 那个我觉得 这部分我就不晓得它会变成怎样 对 因为像我们这个游戏的话 它是有联网 但是它不需要联网到那么快 对 好 谢谢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机会难得 因为 平时我其实超级难得 平时你问我问题 我应该是 不会 就是 没有空回应就对 好 那 大家都没什么问题的话 假设你有一些想要 入门 或是你觉得 觉得这个东西想要开始学的话 就是你可以去听明天那一场sephone 或者是你去加入那社团 然后问他们一些问题 那我这个演讲 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林玉任的演讲